这是一步成精的电梯 一群射处涌了进去 可是电梯到了目标楼层却并未停下 就当大家感到疑惑时 电梯突然急速上升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 胆小地直接尿了裤子 老头赶忙按下暂停按钮 但仍旧不管用 就在这时 电梯底部突然开裂 一群人直接掉了下去 剩下的人紧紧抓住扶手 试图获得一线生机 可电梯直到冲破楼顶才最终停下 所有人全部遇难 然而这已经不是这步电梯第一次杀人了 就在几天前 一群孕妇刚上完课 说说笑笑走进电梯 这时电梯突然急速下降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前 又停了下来 孕妇门全部摔在了地上 这时红灯亮起 监控室的人根本没当回事 只认为是指示灯坏了 继续聊着天 孕妇从地上爬起来 拿起电梯的电话报警 但是却打不通 于是掏出大哥大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信号 只能等待救援 随着时间过去 电梯里逐渐缺氧 温度也越来越高 在电梯狭小的空间里 两名孕妇突然呼吸急促 氧水破裂蹲坐在地上 而控制室的人终于发现了异常 他们打电话叫来两个管理员 却发现电梯门始终不能打开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抱着斧子冲了过来 想要强行砸开电梯 因为他老婆就在里面 可电梯却像是有意识般 直接打开了门 孕妇也已经生下孩子 另一边 接到维修电话的大壮来到大厦 经过仔细检查 发现电梯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运行 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这个盲人大爷剪完头想要下落 刚进电梯 按下一楼的按钮 可是电梯却直接上行 他察觉到了 误以为是自己按错 没过多久电梯就来到了91层 走廊上空无一人 于是他在按下电梯 但是门却始终不能关上 只能换一台电梯 可刚出门 电梯就自动下去了 只好等下一趟 这时中间的电梯快速升了上来 很快门就打开了 盲人在90楼乘坐电梯 可电梯门打开 里面却是空的 狗狗发现一场大叫提醒 但他丝毫不领会 一脚踩了下去 好在及时趴到了地板边缘 他紧紧拽住狗狗的绳子想要上去 却因为地板太滑 一人一狗全部摔下电梯 监控室很快发现一场 他们派来两名保安前去查看 怀疑是小偷进了大楼 逗着他们一直上下楼 这时 电梯在44楼停了下来 打开门 里面同样是空的 保安拿着手电筒探身查看 发现了挂在上面的狗狗 就在研究是什么品种时 电梯门突然关闭 一把夹住他的头 手电筒也掉落下去 他想扒开电梯 发现并没有用 于是连忙大声呼救 同事见状连忙向监控室求救 监控室的胖子开始并不在意 可是旁边的同事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电梯在缓缓下落 可是衣服都扯破了 还是没能拉开 绝望之际 电梯突然停了下来 还没等被夹的保安松口气 电梯又继续下落 这次没有停下 直接将保安一点点压下 最后更是削掉了脑袋 一旁的同事吓得暴坐在地上 新闻很快报道了此事 他们再次检查了电梯警 还是没有问题 维修工建议电梯暂停一周 再深入检查 可是大楼经理却不干 每天有上万人使用电梯 他们可损失不起 于是电梯又继续使用 另一边 记者找到大壮 想做事件的深入报道 可却被对方当成无良媒体 直接开玩笑搪塞过去 第二天 他就上了新闻 理由是评论电梯很危险 老板很快找上了他 将他认定为事故的嫌疑犯 这天 趁老师不注意 女孩偷偷溜到了外面玩 这时电梯门突然打开 他慢慢走过去 门关上了 旁边的却打开了 女孩笑了起来 和电梯玩起了游戏 最后电梯像是玩够了 直接缓缓生气 露出一个口子 小女孩拎着娃娃走上前 把头伸了进去 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老师赶忙跑过来 发现只是弄脏了娃娃 旁边的经理看了眼电梯 在门缝处找到了一只玩具手臂 这下不幸邪的 他也不敢坐电梯了 直接领着客人走起了楼梯 危险的事情远不止如此 这天 两个青年在路上玩着轮滑 意外走到了地下车库 男孩不小心撞上汽车 摔倒在地 可奇怪的是 旁边车窗的雨刷器 突然立了起来 这是一部会吃人的电梯 男人坐在地上休息 突然眼前白光一闪 他瞬间被吸了进去 下一秒 直接从86楼被扔了出来 然后砸碎12毫米厚的钢化玻璃 从400米的高空摔落下去 一连几起事故的发生 直接惊动了总统 他认为这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派出大量特警 将大楼全部包围起来 可是搜查了半天 并没有发现什么 另一边 记者再次找上了大壮 他拿来车库的监控记录 里面清晰地显示 男孩是被吸入进去的 并不存在自杀或者他杀行为 从地下车库到86楼 最起码需要40秒的时间 可电梯两秒就上去了 为此 两人又在网上查阅资料 发现了另一个秘密 原来这座大楼的建造者 是一个科学家 之前在科技公司制作芯片 但不知怎地 制作的芯片慢慢有了自主意识 于是他们将芯片安装在海豚身上 随着实验的失败芯片也不见了 所以他们怀疑是将芯片安装在了电梯里 为了进一步验证猜测 记者凭借身份来到大楼 而大壮则躲在车地 成功溜进了电梯 想看到底怎么了 刚上去 但是电梯并没有停止 危机时刻 他只好弄断电路 电梯也终于停了下来 不过这也让警方发现了 于是赶忙从天窗爬了上去 在接通电源 手动控制电梯上升 查找每一层的特殊之处 还真是让他发现了 在电梯架旁边 散落着一堆黏糊糊的液体 还在不断往下掉落 顺着这个线索爬上去 很快看到一个大铁箱 打开后 里面赫然出现一颗巨大的心脏 也不犹豫 直接拿出随身的匕首 直接掉落下来 好在他及时侧身逃过 可来抓他的警察就没这么幸运 直接被掉落的箱子砸中 领了盒饭 另一边 爬出电梯警的大壮 直接偷了警察的火箭 瞄准心脏 想要发射 可就在这时 一把枪抵住了他的额头 原来是博士 他将芯片放在电梯 不想让自己的成果被毁坏 威胁对方放下武器 两人直接扭打起来 眼看大壮就要被踢下楼 这时记者和警察跑了过来 他们瞬间包围了这个地方 突然电梯里伸出两个触手 将博士的直接拦腰拖进了电梯 大壮也被缠住脚踝 危机关头 记者一把踢过火箭 大壮顺势接住 举起后直接对准心脏开了一枪 巨大的冲击将他轰了出来 而博士则直接没了呼吸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不知道看过电影的小伙伴们 会不会害怕坐电梯了呢